第九十五节 傅全 这两天天气稍微转暖 顾锦芝和轩哥每日都在母亲的院子里 他教轩哥读书或者看着轩哥写字 自己也在一旁翻药书 秦深寺来找他的时候 孙范儿是知道的 他念着秦深寺老实忠厚 不会为难或者诓骗顾锦芝 顾锦芝出去见了的 就没多问什么 而后又是老宅那边的小厮来 孙范儿只是微露不悦 也让顾锦芝出去见了 回来后他问顾锦芝什么事 得知和早上秦深寺的来意相似 孙范儿点点头 女儿说豫王身份特殊 涉及纠葛 女儿不喜欢牵扯纠葛 所以拒绝 这点孙范儿非常的赞同 他更赞同女儿不出诊 家里万事以何为贵 而玉王也被篡位 他的确可能带来祸事 当然在船上不就是证明吗 顾锦芝侥侥幸了一次 是本之心善 侥幸第二次就是傻子了 孙范儿觉得女儿很有立场 凡事都有底线 这点很像的 不像顾炎针 旁人求的就什么都答应了 太医院那么些太医 难道还能治死豫王爷不成吗 孙范儿并不担心 孙范儿吃着顾炎针 不知道从哪里逃弄来的红蹄子 听着儿子朗朗书生 看着女儿安静又柔美的侧眼 心里暖和得厉害 然后就听到小三来柄说 大老爷来了 三爷在外书房陪着 大老爷说 有话问七小姐 让七小姐过去 估计也是豫王爷的事 孙范儿脸就落了下来 管他是什么事呢 让大老爷跟三爷说 这个家里可不是七小姐当家 问不着七小姐什么 孙范儿吝声地骂小四 没规矩的东西 什么话不分轻重 你巴巴地跑来告诉 小四是新来的 经过司监训了半个月 原本是很懂事的 他却忘了司监总说 家里的夫人是个厉害的 在夫人跟桥说话 要拿出十二分的小心 惹恼了夫人 挨骂是小 挨打也是常有的 小四见三爷最和睦不过 夫人平时也笑于嫣然 直当司监在唬他们 哪里知道 第一次到夫人跟桥传话 就挨了一顿骂 他生怕说下来 还要挨打 就连忙晃晃地退了出去 他回到了外书房 把夫人的话 转告了三爷 大老爷 顾炎涛就在场 听了不由的 一阵气血翻腾 这个宋氏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从宅子里搬了出来 可顾炎涛还是家长啊 顾炎涛派人来请顾锦之 他不去 已经让顾炎涛满肚子地怒火了 如今他亲自登门 顾炎涛应该惶惶不安地从内室赶紧跑出来 结果顾炎涛不仅仅没来 宋派人还说那些话 他们在炎陵府住惯了 不知家有家归的 顾炎涛的手指紧紧地攥了起来 怒吓着对顾炎针的 你亲自去叫 我是来请进家的 你媳妇和女儿这般拓大 眼里可还有尊备吗 顾炎针忙到事 心里野妈宋派人太过分了 他总是这样不尊重大伯 迟早 大伯请家法 顾炎针也是护不住的 他连忙进了内院 宋派人又是一阵气急 怪顾炎针没有用 这世上的人 总是捡了软式自念 顾炎针这一将要 嫁给卢阳王 做了太后的儿媳妇 他们还怕大伯不成吗 偏偏顾炎针对他的话 奉若圣旨 顾炎针见母亲就要发火 父母都快吵起来了 就说 娘 我去看看吧 顺便进宫瞧瞧太后去 然后紧紧地握着宋派尔的手 笑着道 你别生气 这点小事 气着了可不值 你还得替我肚子里的兄弟想想呢 宋派尔的气 舒然就倾简了不少 他道 别为难 要是朕不想去 娘去跟大伯说 娘可不怕他 顾炎针就笑着说好 在这个军权负权的时代 顾炎针一家人虽然搬了出来 却没有分家 大伯是家主 就是上司 负药子王 子不得不亡 跟顾炎韬硬壳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顾炎针就跟着顾炎针往外走 路上顾炎针对顾炎针的 金金啊 你大伯虽然为人严肃了些 可是他对咱们家没有坏心 这次是皇上说的 这次是皇上说的 定要治好御王爷 这是皇针呀 你可别再拨了他的面子 顾炎针笑着道 爹爹 大伯领的是皇针 我可没有 既如此 我不是奉命当针 没有规矩说必须救人 应是大伯求我 我虽然是晚辈 可大伯这样的姿态 哪里是求人的姿态呢 顾炎针听着微愣 宋派儿从来不把父权放在眼里 以至于顾炎针也这样了 长辈吩咐晚辈做事 不是理所当然吗 而顾炎针居然要大伯求的 女儿被妻子教的观念 根深蒂固 顾炎针已经没有能力扭转了 值得无力的道 唉 他不是长辈 哪有长辈求你的 爹爹 咱们办的并不是家事啊 顾炎针笑着 大伯当皇钗 乃是朝臣 我去救人 救世大夫 既不是家事 如何用长辈和晚辈的身份来说话呢 顾炎针背得赌得是哑口无言 仔细一想 顾炎针说的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他倾咳了一声 您可别跟娘生气 娘也是听我说了这些 才照规矩办事 不仅至最后 笑着轻轻地拉了一下父亲的胳膊 顾炎针正被他赌得心里不顺 可是他这样有些撒娇般 悄悄拉着父亲的音秀 让顾炎针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又听到他说 别跟娘生气 心里暗喘 原来 仅仅说这些 只是怕他们夫妻失和呀 顾炎针心里的怨气 疏然就没了 心里暗暗的不是滋味 女儿长大了 生怕父母因为她而起了信息 偏偏她的心不在妻子女儿身上 反而偏向大哥 如此一想 也觉得大哥办事太过于强势 不把顾炎针放在眼里 顾炎针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仅仅长大了 明白事理 爹爹高兴哪 哪里会跟你娘生气呀 顾炎针就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夫女俩去了外书房 大伯阴沉着脸 看到顾炎针进来 冷哼一声 她一声冷哼 欲让顾炎针有点胆怯 可最终还是把心硬下来 笑着叫了声大哥 顾炎针也笑着叫了声大伯 她严肃的面容 丝毫没有引起顾炎针父女的惧怕 让顾炎涛失了心机 她心里恼怒更甚 这家人无法无天了 一个个的欠收拾 想着她后背就有点热 最近这几日 顾炎涛总有这种感觉 后背发热 夜里无故燥热 她自负身强体壮 又觉得不是大病 只是 抗烧得太热 就不曾多想 大伯父 顾炎针给她行礼 顾炎涛始终还是念起 她即将是太后的儿媳妇 最后把滔天怒意引下 声音僵硬的 女王高烧不值 皇上说定要救活她 她只信仅仅 给我取趟宫里吧 顾炎针就拼命地给女儿 使眼色 顾炎针笑了笑道 是 宁得罪君子 莫惹恼小人呢 顾炎涛心里的气 这才顺了一些 顾炎针回房 晃了身衣裳 又跟母亲说了一声 才跟着大伯 乘坐了一辆车 去了太医院 路上顾炎涛闭目养神 不与顾炎针说话 顾炎针看着她 突然问道 大伯 您是不是好几日不大便了 若是大夫 问病家是不是没有大便 原是应该的 可顾炎针是侄女 这话问得既唐突又梦了 顾炎涛就猛然地睁开了眼 她还是不敢直接冲顾炎针发火 真是道 顾炎针 这里可不是眼里向下地方 你说话行事 且要有分寸 我瞧着你这样子 真是被你娘叫坏了 明日让你大伯母 接你去家里住几日 好好地教教你规矩 顾炎针直接笑了笑 挪开了眼 顾炎涛的说笑 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这姑娘既不恼怒 又不惶恐 就那么自然地转过脸去 不搭理顾炎涛 好似她在屋里取闹 又把顾炎涛狠狠地气了一回 她现在是太后面前的红人 顾炎涛不敢动她 总有她将来失事的时候 顾炎涛在教训她 让她知道什么是长幼尊卑 她狠狠地存了一口气在心里 顾炎涛神色安静 跟平常看不出两样 顾炎涛心里的怒意过去之后 也觉得这孩子不同寻常 她虽然很不喜欢顾炎涛 却也暗暗撑起 马车很快就到了宫门口 元宝胡同 原本就离宫门线 方便两个王爷随时进宫 顾炎涛和顾炎涛 静止往太医院去了 陈玉钊被放在太医院后院的厢房里 秦威寺正在照顾 他有法子能解陈玉钊的高烧 却仍在等顾炎涛 他要看着顾炎涛出丑 却也不能真的让陈玉钊死了 值得陪着 随时照看 陈玉钊的情况 拖上五六个时辰是不碍事的 寿命就是陈玉钊的 除了秦威寺 还有彭太医和曾太医 秦深寺乃是跟着陈玉钊上京的 他也没有离开 另外就是姜通 有好几位八级秦威寺的不想离开 想趁机替秦威寺出力 厢房里满满当当的人 看到顾炎涛和顾锦之进来 秦威寺终于露出了一个笑容 他说了一口气 在众人看来 他这是感叹陈玉钊有救了 在他自己心里 他这是计划得逞了